这个又婷我想问你啊 作为一个中国女孩子啊 你对裸露的这个 这个观你觉得是怎么过的 就是说要让你裸到一个程度 我我的意思 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 说真的因为你知道就是 所以我刚才说一个每个女孩子 你不要女孩就每个人都有个价钱 就是那个价钱在哪 很多人都说我们做这一行很多潜规则啊 说演员啊主持人啊大家都说 你说有没有 我说每一行都有 那就是说如果以前你会说 就用道德批判人家 他凭什么可能就跟谁谁谁怎样了 他就可以做 为什么就可以做到我 比我更高的位置 或者说有更多的出境机会什么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做不到那样 如果我做不到那样 那我凭什么说人家 就是他做了 如果你跟他一样 都是赔了 然后你做不到 那你还可以在那边批评一下 但我说他愿意用那个方式 你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我的教育或什么我做不到 那做不到你就别 别说人家可以爬得比你高 因为你做不到 你都做不到 他做了比你更多的牺牲了 那你要说什么呢 所以我说我们在外面 说人家什么潜规 他所遭遇到 例如他用这个方法上去 他是不是可以位置做得久 他对他自己的能力上 他有没有心虚什么 他要太多的一些 其他的牺牲是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竟然做不到 那这是他的price 这是他的价钱 跟我们男的一样 我们之间聊天也在说 这年头脸皮厚的就成功 不要脸的就成功 不要脸的就赚钱 你做不做得到 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没什么才能不才能 有些事我去做 这钱就是我的 但是我脸皮薄 我不能去做 眼看着他脸皮厚 他做到了 我还羡慕嫉妒恨 但是你让我自己做 我还真不敢 你要不要举个花腰 你为五斗米折腰到多弯 这个东西 我觉得如果这个社会 所以应该也是个好处 就是很多元化 你用任何方式 只要你愿意 或许他都可以赚到钱 就怕你愿意都还挣不到 那可能大家才可以在那边 讨好讨论 认为自己是做出牺牲 然后获得一些利益 这个多少还是有点吃亏 最快乐的那些人是 他不觉得在牺牲 他本身还享受这个快感 他本来就喜欢这样 人家冲凉的时候 就喜欢有人看 那现在到那个时候就好了 你知道本质上 我为什么刚才讲动物 其实人穿衣服 跟动物是一个道理 动物的皮毛 就是接近于自然的颜色 就他是怎么捕食的 慢慢他的皮毛 就进化到什么 人穿衣服 实际上有个大原则 就是合群 大学生大家穿牛仔裤 也不会穿西装 你上班了 你就大家穿西装 那么你到游泳池里 大家穿泳装 合群是穿衣服的 最高原则 那些人呢 他能够跳开